由不十方行全方便 入佛法藏就近彼岸 此也是节路于清净平等绝经 老上必生于后事后学于教导 措施清净平等绝经 现在来礼请我们赞颂委员会主任委员 同时也是现任中国佛教会理事长 敬要大和尚率领法卷众等致谢池 有请敬要大和尚 我们也请法卷 祝山长老法师 各级机关 首长各界贤达先进 全球静忠同修护法机事大德 大家吉祥平安 全球敬仰 静忠一代遵述 上静下空老和尚 严吉祥赞领会 严吉祥赞领会 今日以灵口体育馆 庄严即行 首先代表赞领会前提委员 向各界嘉宾 博荣出席赞领大典 致上诚实的敬意 严吉祥赞领大兴 法卷以问讯 供建议 以防成孔 经由锦楼秘鼓的五场筹备会议 特将老和尚一身 一彩分尘的弘法炊换 规划于 一、九月三日以台南极乐市举行起刊祭典仪式 之后仪式台南大仙式举行徒比大典 二、九月十日以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延级七七追思音乐会 三、于九月十一日以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延级七七追思三十系念法会 四、九月二十九日以林口体育馆举行延企传供赞颂大典 老和尚誓言严满 以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虎谢叔婆敬登联邦 毕生奉扬京都法门 唱立静宗协会振兴中华文化 残扬民智行为示范 辉鸿宗教合作 开言经言等等 为一位得患 全球吃事同景仰 赞颂追思期间非常感谢 台南市政府黄伟哲市长率领的团队 给予土比大典的大力协助与支持 第二 台南市佛教会明会理事长 赞颂期间辛勤奔走 辅走极乐市的协调工作 三、白河大仙市传政长老率领厂 自众提供土比会场的各项协助工作 第四 感谢台湾佛教界各县市佛教会理事长 即佛教文化教育慈善团体等等单位理事长 百忙波荣出席 担任传供与赞颂委员 增加法鉴无限哀荣 五、赞颂期间海内外驻山长老、法师、机关首长、民意代表 各界贤达或清零脸乡、赞扬佛号、调宴信函、会是真会等等 祝都造福学人接同法鉴以赞颂委员会 赐上无尽感恩以泄成 法鉴以问讯 今次延级赞颂传供大典的流程 除了广邀三十二位租方 大得身 率同华鉴呈现实供样 以表达对老和尚的无上礼敬 亦感谢总统府特班包扬令 表扬老和尚历胜不见 祭物有方之功心 支持同时 中国佛教会 以中国国民党 亦分别班正包扬状 以荣誉奖章 表彰老和尚 禅教立身 以复国复教的畏畏功德 华鉴为缅怀老和尚 毕生弘扬 敬忠促眼教 华鉴六十二载 特将追事功绩的环节 善善应用 无量寿经的祭送方式结合 让以会嘉宾 领纳佛陀圣神妙法之同时 也将老和尚的华音 依序悬流以人间 老和尚言己赞颂大典 知子行 一则 祝到老儿上 人风安阳 则在人间万古传 二则 祝愿敬忠一代 遵述的法音 永至于说婆 令佛法汇聚 长明 则辟勤身 三则 更其老和尚 必身得业 永遭道患长存 全球敬忠地址 秉承中轰 广开敬忠法院 力秦深 最后 学人 请代表 赞颂委员会 再次向 诸位嘉宾 致上 万分泄成 发卷一问讯 作为工作 诺游不周之处 敬请海寒 敬祝嘉宾 一切时钟 至光朗耀 身心一业 万事吉祥 发卷自成 向大众 行致谢 三问讯 一问讯 再问讯 三问讯 你请敬要 大和尚 复位 法卷 请复位